本集美人帮 你的美丽我帮忙 欢迎来到美人帮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帮派 有帮派的地方 一定会有美人帮 各位好 在下是美人帮帮主瑞格 各位好 在下是美人帮男帮主李明泽 要知道美人帮的这个势力范围 是越来越广 那是 人才技术 是 你看我们的帮帮谈就知道了 好多帮帮谈在成年 帮助你们变美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 要讲的综艺表建立 颇受外界关注 严正兴 北京协和医院新内科硕士 健身爱好者 黑泡普舞团教官 是帮忙团当中的 医学舞蹈健身担当 首先呢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幅图片 让你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身材的差异 是你自己的 会有多么大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样的姿势动作啊 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努力的模仿 他已经非常用力了 可是效果还是差好多 对 这个让我想起了 那个买家秀有没有 哎哟 同款衣服 同样的造型 但是好像感觉不一样 对 还有 哇 哇 你看这才差得更大 其实也很流行 那个是传说中的100 200 300 那现在好多那种明星 拍完照片 或者有一个搭配出来之后 好多我们的素人朋友们 就开始模仿 对 然后搞笑 但其实有的时候 不仅仅是为了搞笑 也是用自嘲嘛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自嘲的效果很明显 大家可能看出乐子啊 现在到了炎炎夏日了 对不对 太热了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男生 感觉视觉很 就是很快乐 很高兴的季节 为什么呢 因为满大街都是 在秀身材的美女 对不对 你把男生想得瘦多违 你不是这样吗 看着美女不高兴吗 我高兴 我开心 真的就是满大街 就是看到那些好的研制好的身材 都打扮飘飘亮亮的 谁不开心吗 对 但是就是身材好的女生啊 大家都喜欢秀游身材 因为觉得很有美感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身材 不是特别满意的 可能微微地有一些偏胖的女生 她就在家呆着吧 别这样 人家也需要秀身材 现在我们都说 说那个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看看 其实真的是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吃一吃 然后一出去就找各地的美食吃 然后在家里还会点夜宵 然后各种生活习惯 都让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身材 因为 不吃的话就感觉很亏 像我前一段时间出去玩 然后我就也是像你那样 早饭 中午饭 下午茶碗 都得挑好吃的 你俩是一起去吃的吗 我们俩应该是喝菜就行 我跟你讲 他这种人就是特别遭恨的那种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因为我一天都不敢怎么吃 我是属于那种 控制 喝凉水都发胖的人 顺势或者好像每个体质不一样 长胖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在胖的时候 会采用什么样的减肥方式 饿着呀 或者说身边的朋友 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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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 您那可不像是饿着 我之前190斤 今天好吗 我想知道你怎么做的 真的 就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的 就除了早餐吃一点那种 全麦的面包之外 几乎一天都不吃 然后一天都不吃 饿一天 可能早餐那一顿全麦面包 你吃太多了 吃死我了 我吃一大包 对 真的很 是节食减肥 对 你知道胖还有一个问题 除了不好看以外 什么就是他有好多的疾病 对不对了 肥胖会导致一些冠心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各种东西 肠头膏 心脏血管疾病全都上 我们知道肥胖本身 会带来非常多的健康问题 对吧 对 然后如果你不健康 不正确地减肥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这些问题 所以说怎么健康减肥呢 还要问一个专家吧 今天我们就有请曹老师 是这样的 曹老师说 他准备了几样食材 这些食材很神秘 有助于大家减肥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请曹老师 有请 欢迎您 曹老师 你好 曹云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博士研究生 主治医师 北京中医传承双百工程继承诊 致力于将中医普及化 生活化的推广 曹老师你好瘦啊 曹老师一直都没有胖过吧 一直没有胖过 所以你看老师 这就是世界的不公平了 你看我们浩浩浩浩说 我喝凉水都会长胖 老师你怎么能一直这么瘦 但他就长胖呢 对 个人体质问题 体质 有的人胖 他那个胖是那种松软软的胖 就是感觉特别Q弹 有的人是特别紧实 就摸起来还有手感 这就是体质造成的不一样吗 这是个人体质的不同 造成的不同类型的肥胖 从我们中医来看的话 肥胖的原因 主要有三种 一个是气虚体质 一个是弹食体质 另一种是弹食甲鱼体质 减肥总是失败 一定是方法不对症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 如果体质偏颇导致元气不足 或者脏腹功能失调 气血运行不畅 那么人体摄入的食物 就无法正常代谢 预致体内形成肥胖 所以减肥不在于减 而在于调 将体质调归平和 恢复身体正常运转 自然远离肥胖 找回健康 想知道你到底属于哪一种体质 又该如何调理呢 赶快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惊喜答案等着你哦 我们讲的气血体质 它有两种原因形成 一种是先天性的 就是说从小可能就气血 好惨 这种人好悲哀呀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看到有的小孩 可能生下来以后吃饭不太好 脾胃功能不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容易形成气血体质 所以这种是先天性的 那后天呢 后天呢 通过不正常的一些方式 导致了脾胃的不好 比如说 不好的生活习惯 对对对 靠饥饿的方法来减肥 结石 结石 会造成气血 脾胃功能受损 会出现气血体质 有一个词叫做 就是不是死状 是胖 它是虚胖 腾肉 腾肉 它是虚胖 因为虚胖这种 它就是气血之后 不能正常地韵化 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 水湿 这样的话 它的源头是气虚 气虚不怕导致的一个水湿 水湿在体内堆积 气虚型的肥胖 我们看到那些肥胖 都是表现就是没力气 四肢没力气 很软瘫的感觉 不磁势 不磁势 然后还有一个呢 它会头晕 眼黑这种 就身体很虚弱 虚弱 第二种就是痰湿 它的话 一般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不注意 然后吃了很多的零食 或者是甜品 不健康的食物 不健康的食物 或者是那些辛辣刺激的那些东西 损伤我们的脾胃 那么这样的话 它已经超越了我们人体的 这个代谢的负荷 脾胃受损了 这个时候 多余的那些东西 代谢废物 它会在体内囤积 囤积多了就成脂肪了 这一听就是一个磁石的胖 还比老师 那个要磁石一些 它的表现会 除了磁石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 它的表现就是爱长油 就是头发爱长油 爱冒油 爱出油 爱冒油 或者脸部爱冒油 然后呢 因为有痰石在体内 所以说刚才说的 嗓子里边会有一点点痰 尤其是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它觉得嗓子不太清爽 还有就是它会出现那种口苦 就有点发苦 发黏的那种感觉 那么除了这个呢 反正在下面的话 就是胃肠道的话 会有那种大便比较黏腻 沾马桶那种表现 这是两种了 那您刚才最后 痰石加鱼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 痰石时间久了 就像我们的管道 或者是公路一样 它会形成那种交通堵塞 堵塞 那个车流过不去 我们人体的血液也是 那么人体的血液呢 它在是我们那个 血管里边走的时候 因为痰石堵塞住了 不循环了 对 不循环了 就堵塞住那一块 时间长了 形成了淤血 就成了肥胖了 对对 结块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痰就是那个痰石的 那个表现之外 又加了一些淤血的表现 比如说会出现 就是四肢啊 或者是胸闷 胸痛这种 或者是四肢有一个地方 偶尔的会疼 会有这种 就已经很严重了 对对对 所以我知道淤堵的地方 它就容易疼 它就疼 就是它的表现 想知道你的肥胖 是哪种体质吗 好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我们来告诉你 中医去湿的话 或者是中医调肥胖的话 我们是按照每个人的体质 来进行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可能有的人是气虚体质 有的人是痰石 有的人是痰石夹鱼 所以我们看每个人的 可能方案不一样 老师 我觉得我就是气虚型的 气虚型的人的肥胖 会比较好瘦一点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找对方法的话 气虚体质的人的肥胖 是比较容易瘦下来的 就是这三种体质的肥胖 都可以瘦 但是主要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 来对症下药 对对对 要不然这样嘛 刚刚瑞格也说了 说您带了一些神秘的食材 让他们越吃越瘦 对 我也挺好奇的 到底什么能越吃越瘦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待 想要战胜一身坠肉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体质 了解肥胖的原因 对症下药 才能确保效果 今天曹老师带来九种神秘食材 每一种都能让你哗哗掉肉 和肥胖说拜拜 到底是哪些神奇的甩肉食材呢 更多信息 赶快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惊喜答案等着你哦 这就是曹老师带来的九种 让你吃了能够帮助你减肥的利器 曹老师看起来不好吃的样子 这样好了 我们先让大家来猜一猜 这是 陈皮 一米 一米 这个好像 杏仁 葡萄干 这个呢 这个呢 大家猜这个呢 豆腐 你吃的葡萄干长这样啊 他们肉用的 枕头里面好多放的这个 荞麦 荞麦吗 不是 绝命子了 对 是吧 老师 对 想知道哪些食材可以帮助你减肥吗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告诉你方法 老师您也看到了 我们帮帮团猜什么的都有 您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这九种分别是什么 它到底对我们的减肥有什么帮助呢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食材 山药 山药啊 做粥的 炖汤的 做粥的 炖汤的 这种是淮山药 我们讲的是淮庆府的 河南淮庆府 也就是现在河南焦座这一代 就必须用这个淮山药吗 我们一般用这个来作为道地药材 来用 它的效果比较强一些 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可以补脾胃 然后呢还会有补肺和固肾的作用 主要是滋补型 对 滋补型的 好 那这个山楂 这个应该没什么具体说的了吧 我真的每个人都知道 山楂很开胃 对不对 对 吃完你就吃得更多 对啊 会进人 山楂我们是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山楂 那么生山楂的作用呢 主要是活血化瘀 它并不是说我们常用的那个消食 消食我们用的是炒制的 把它炒到焦黄色那种 焦山楂 焦山楂 是消食的 尤其是消这种肉类的食物 它会对一些 就是煮肉的时候放几颗 对对对 它会对一些吃肉吃多这种 引起的肥胖 会有一些作用 哦 不同的山楂 它使用的这个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针对的体质 方法不一样 也不太一样 一米呢其实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用 一种是炒用 生用的话呢 我们看它主要是用来沥水渗湿呢 可以去痰湿 可以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去湿 去湿 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呢 是它会也是炒用 炒到焦黄色那种 炒用完以后呢 它主要是健脾胃 来补气健脾的是 这个就是我常说 我现在用的枕头里面就有这个 我也爱用这样的枕头 这是绝命籽 我们都知道肥胖完以后 可能人的心情会低落一些 心情不好 对 那么它呢会调肝 清肝调肝 调肝 调了你的情绪 这个气机会 情绪会疏通 这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 它通过润肠通便 也会让身体的 多余的一些肺物排出体外 一身轻松的感觉 对对对 沉脾 那么它呢 在是广东的心慧这个地方 出产的最好 那么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行气化湿 把湿气变干了就用它 对对对 我们会把身体的多余的湿气 通过行气的方式把它化掉 化湿的 放了这个呢 对这个是茯苓 茯苓也是干平的 偏淡一些这个味道 主要是归我们的脾胃精 那么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沥水渗湿 就是把身体多余的水分给排除掉 排泄掉 是茯苓的作用 我觉得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去吃的 它可以美白 对 又白又瘦 每人都想要 所以它的那种痰食比较多的 体内水分比较多的 用茯苓非常合适 这个是我们常吃的那个桃 里边的仁 桃仁 桃子糊里的那个苦苦的 白白的那个桃仁 这是我们的桃仁 功效啊 具有活血化鱼 润肠通变的功效 化鱼 就把身体的这种鱼血排除掉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痰食加鱼的话 会造成肥胖 那么这样的话 加一些桃仁进去 可能会对这种鱼血有帮助 活血化鱼 其实也没有很苦 我还挺好吃 你能吃吗 这能吃吗 老师这样吃 有点那个嚼那种香瓜籽的感觉 不用一次性吃太多就好 大杏仁 对 有 微微的有点苦 好 老师 最后这个我不认识 有点像小荔枝 我觉得 你看有没有像 这个 就像个植物的种子一样 咖啡豆 这是什么呀 老师 这是什么呀 老师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 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注意 我们在家里边炖肉的时候 就是放这个 香料 肉扣 它是一种香料 是吗 不是豆蔻 它是沙仁 沙仁 沙仁 沙仁是偏温的 很苦 它是偏温的 但是它的气味很香 所以我们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炖肉的时候 会加一些沙仁 气味很香 炖出来的肉也比较香 我们中心讲叫方香行脾 然后化湿 把湿气化掉 所以它有这种弹湿的肥胖啊 或者这种豆效果就非常好 杀仁 老师 您要说那个香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香 这个更香 这玫瑰那就是纯香啊 多好闻啊 中心讲它 其实主要作用是疏干的 它会调理肝气 让这个气机流通起来 疏干行气的是 它呢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肥胖以后会心情不好 会有这种不开心 它会让你开心 对 传说中的开心的胖子 都是摇眼的 不如当一个开心的瘦子好了 对对对 它除了舒畅我们的肝气之外呢 它还有一点点活血的作用 对 没可能 所以我们泡水喝的话 可能会觉得心情会好一些 这是九种食材 沙仁 茯苓 桃仁 山楂 玉米 陈皮 绝命子 淮山药 玫瑰花 这九种神秘食材 你记住了吗 那么针对这三种肥胖体质 我们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别着急 接下来曹老师将传授神秘搭配 让你事半功倍 想要了解更多的瘦身秘方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这九种食材 你看啊我们刚才说了 有三种不同的体质 对 那这三种体质 能通过这九种食材来解决吗 可以 我们通过不同的搭配组合 然后针对三种不同的体质 然后会有不同的方案 老师你先说说 我这个特别好捡的气虚型 该吃什么 基础型 气虚型 气虚型容易造成肥胖 应该怎么办 这个连一米都不认识的 来帮他解决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们针对气虚体质的这种肥胖 我们一般用三味的食材 只要三个 三个 配合起来 搭配起来 然后解决它这个气虚的问题 你的这个肥胖 哪三个呢 那么第一种呢 我们会选择这个山药 环山药 健脾不胃 然后益气 是治疗根本的 然后呢 我们会加上这个芙苓 为什么加芙苓呢 我们一般说的气虚呢 主要是指脾胃气虚 胃肠道的这种脾胃气虚 而且呢 气虚体质 如果是时间比较久之后 然后我们体内的弹湿 不能很快地化除掉 它也会出现一部分的弹湿 水湿 所以用芙苓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可以健脾 一个是把这个 本身消化不掉的水湿 给排除出去 好 还有一种食材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 玫瑰吗 是玫瑰花 我还老是手在那晃 我就知道玫瑰 为什么用玫瑰 为什么用玫瑰呢 玫瑰花刚才我们说了 它主要是用来行气 调肝的是 我们知道气虚之后呢 就像发动机的这个动力不足 它不会推着人体往前进行 尤其是我们的肠道 它的蠕动变慢 如果我们加上玫瑰花的话 这样的话 玫瑰花具有调肝行气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把我们人体 给淤质的这个弹湿给流通起来 让它更顺利地排除到体外 就是给肠道增加点动力 动力 对对对 所以它们三个配起来呢 而且有剂量的不同 一般我们这个山药 我们会用到20克到30克 量是最大的 主要是因为它主要是补气的 浮灵去湿呢 我们会把它用的稍微少一点 可能会用到12克 那么玫瑰花呢量更小 一般我们会用到6克或者是9克 这个剂量 它起到一个辅助 然后推动人体这个 胃肠道蠕动的一个功效 像那个花草茶的那个小壶 你往里面一煮 煮10分钟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像这个我要服用多长时间 怎么个频率呢 一天是两次 一天两次 早晚各一次 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用上7到14天 就一到两周 这个频率 一到两周 我就能看自个瘦了吗 它有改善 淮山药健脾补气 芙苓涅水肾湿 玫瑰花调干行气 三种药材煮成代茶饮 坚持服用一到两周 可改善气虚症状 缓解肥胖冠兆 同时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更多瘦身秘籍 那这是针对气虚的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痰湿 老师 就像我这种 就是每天啊 就是每天 喝水都会胖的 然后喝点水都发胖的 这种痰湿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们非常喜欢用的 去痰湿的 刚才我们说了 是这个一米 一米 生的 一般用生的一米 生一米 生一米呢 我们会一般用到 20到30克左右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肯定会选到芙苓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芙苓的话 也是健脾去湿的 会把身体多余的水分 给去除掉 一般芙苓呢 我们会用到15克 15克 给它称重15克 就是它呢 会跟这个一米一块 把这个痰湿 加强它的作用 我们会选用陈皮 陈皮是行气化湿 陈皮呢 我们会用到12克 剂量稍微少一些 会用到12克 我们会用沙仁 会用沙仁采用 采用这种 把它这个水湿给晒干 把它蒸发掉的方法 那么沙仁呢 我们一般会用到10克 10克 还需要吗 还有啊 还需要 这个问题大了 我的问题好多呀 终于了啊 然后去痰湿的话 除了把我们身上的痰湿 去除掉 我们还会要给这个胃肠道 增加一些动力 嗯 让它流动起来 嗯 流动起来 沙仁 有油的那个 这个 不对 沙仁 哦 玫瑰 玫瑰 我又猜对了 玫瑰 玫瑰花呢 把这个气 我们的干气和气机 然后再流动起来 这样的话呢 这种五个食材搭配起来 会对痰湿体质出现的肥胖 然后有很好的效果 哦 就是浩浩要解决你的肥胖 你需要吃五种 需要五种 这个的服务也是一天两次吗 对对 服务方法呢 它的如果是痰湿的 比较典型的话 那么它见效的效果 反而比气虚要快 还快 哦 别看我问题多 但我见效快 那也是啊 你说的比气虚要快 我现在只许一个愿望 是吧 下一次录影的时候 化妆间的味道稍微好闻 你必须洗头 必须洗头 剩一米和茯苓 同有趋湿绿水的作用 搭配在一起可以加强效果 沙人可以晒干潮湿的体质 陈皮化湿型气 在驱湿的基础上 推动体内气息的顺畅流动 再加以推动干净的玫瑰花 五种中药材 一壶代茶饮 痰湿型体质 瘦身不再是难题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解锁更多瘦身秘方 还有一个终极大boss是那个 潭湿加鱼 潭湿加鱼的 这个会不会吃得更多了 超多应该全部上的 全部久了 一催 说哈 就是这样的 我们说的潭湿夹鱼 这种类型 我们一般会用 加上去潭湿的药 刚才们说的去潭湿的 我们会加上一些 活血化鱼的中药 搭配起来用 如果是潭湿夹鱼 这种类型的肥胖的话 我们一般会选用 刚才我们说的桃仁 桃仁 鱼是活血的 活血化鱼的 化鱼 对对 我们在身体 淤结在血管里边那些东西 给它疏散 疏散开 给它疏散开 让它更好的排出体外 这是桃仁的一个作用 那么除了桃仁呢 我们会选用山楂 刚才我们说了 山楂呢 吵着用 是胎胃消食的 如果是生着用的话 会有活血化鱼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加上桃仁 来共同达到这种 活血化鱼的效果 那么选了这两味 活血的药以后呢 我们会加一个绝冰籽 绝冰籽 绝冰籽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会调畅我们的肝气 我们这个时候呢 肯定要加上玫瑰 玫瑰花了 对对对对 刚才说了 它除了行气调气之外 还会有活血的作用 那么血鱼呢 肯定少不了它 那么除了这四种呢 我们知道这四种 大部分是用来活血化鱼的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痰湿夹鱼 对 因为它不只是有鱼 还有血 还有痰湿 那么绝痰湿呢 我们还是选用肯灵这个药 你说它比较厉害 对对对 因为它比较平和 然后用到量大一些 关系也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会选用这种 无种食材 一般我们桃仁用到 15颗左右 山楂呢 山楂一般我们会量大一些 没关系 会20颗左右 20颗 20颗也就一颗山楂的量吧 对对 然后决明组呢 一般会用到12到15颗 12颗 还行 玉米花是9颗 9颗 芙苓是15 你知道我听完 老师所有的介绍之外 我就觉得 所有的小胖子 应该先买个天瓶回家 先量一量 先量好一个 精准一点 精准一点 对 然后这种呢 我们用起来 就是瓶次是一样的 也是一天两次 早晚各一次 大概我这个需要喝多久 这样有助于我的 弹湿加鱼的体质减肥呢 一般弹湿加鱼呢 我们会至少用到三周 三周 三周 那还好 那像这种东西老师 应该是饭前喝 还是饭后喝 还是无所谓 一般我们是饭后喝 饭后一个小时 因为饭后的话 它会出现一些弹湿 然后体内排不出去 如果我们饭后 一小时地喝的话 就把多余的弹湿 更好地排出去 啊 针对弹湿加鱼型肥胖 先用活血化鱼的 桃仁和生山渣 疏通血管中的鱼血 再用书冠里气的 全面子和玫瑰花形器 最后服以趋势力数的浮凌 弹湿加鱼 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服用三周 弹湿加鱼轻松搞定 如果你还不确定 肥胖的你属于哪种体质 赶快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惊喜答案等着你哦 想知道你适合哪种减肥方式吗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我们来告诉你 我们说运动锻炼 对于减肥的帮助 也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有请浩浩 因为浩浩是肚皮舞老师嘛 肚皮舞对于减肥 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不对 超级有用 我们请一位弹诗型的肚皮舞老师 但是浩浩你通过这个跳肚皮舞 是不是身材是有保持的 对一直是有保持的 如果我要是不跳肚皮舞不运动的话 然后比现在要胖两三圈 我原来是140斤 是慢慢然后运动 然后少吃然后瘦下来的 所以你现在体型很标准了 算标准 但是还算丰满的 好 那既然 既然浩浩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请浩浩 帮我们展示一段精彩的肚皮舞表演 大家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 谢谢浩浩 我就同一次看到浩浩在舞台上演出 就会觉得好震撼啊 好震撼了吧 就满满的女人味你知道吗 她根本不需要减肥 我觉得你要再瘦的话 就是这个我就不好看了 对 就是有这种肉味在里面 对 好吧 太棒了 谢谢浩浩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舞蹈 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的减肥的方法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借鉴 向我们曹老师学习一下 当然啦 如果说像浩浩一样 多锻炼也有助于你的减肥哦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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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